各位師兄五安 歡迎收看中路TV賽馬篇 阿斐專攻一場又來了 港馬之前各位師兄記得帶姐出街 因為接下來都是陸雨 情深深與蒙蒙 清明時節與紛紛 所以今天頭兩場都是千言米尼底賽事 所以尼底有機會黏底或濕底 所以阿斐這次有兩隻馬特別好心水 提醒大家 在港馬之前老套一點 都是那句 如果喜歡中路TV賽馬篇 阿斐如果貼正馬仔 就訂閱一下阿斐的港馬仔 好 試卑試直接來了 3月29日沙田是全離地賽事 有雨的情況下 因為阿斐覺得它有機會黏的 越跑越黏 幸好第一場是五班千言米賽事 水皮馬賽事來講 直接選了有戰績 就是3號4號 奧華威威和4號仔 有形有福就先選了 有形有福就直接下來看一看 退下一點 最佳檔位直接4號仔 6格穿了4格 就先選了他 最快成績1分09.02 第二件事 這個堅持賣APP有個好處 就是直接選了這個 就是統計資料 拉下去看一看 有件事叫做黏底大爛底的成績 見到4號仔有形有福 直接入批機會率50% 9號仔那隻第二號寶區 由於這隻馬筆水皮 之前輕榜情況下潘明輝 13檔和之前泥底1600米 情況下都差太遠了 還有跑外檔內檔 太輕情況下都沒有戰績情況下 我今次這隻9號的第二號寶區 就不特別推介給大家 反而穩膽了 首先推介給大家 小朋友有形有福 選擇有形有福 是根據的 最主要是霍雲星 霍雲星專騎開就是鄭俊偉馬房 另外12號這隻勇猛精靈 都是霍雲星刷期開的 霍雲星刷期開 記住,2022年12月4日那次 霍雲星刷期十一檔情況下 得到成績1分09.35 其實是非常帥氣的 再拉下去看看 有一次是1215班那次 都是因為少少問題 沒有取出的 這隻脈之前霍雲星刷期情況下 可以做到外檔十一檔情況下 1分09.35 拉上來看看這些馬筆 最快近期的成績 都是1分09.多 所以好弟弟的12號的勇猛精靈 如果是高東尼馬房 依然正常應該是給了他的 可能霍雲星發覺 近期中日這隻騎開之後 發現都不太太抵人了 302谷草1200那次 輸七個幾碼位 而田吞安測期開 谷草 田草跑過的情況下 都是輸七個碼位 谷草、田草都不成績 霍雲星不是傻的 所以 大家都是騎連配鬥 特別好 這隻是鄭草美馬房 這隻是霍雲星刷棋開的 上一次 475谷草一千米賽事 輸三個幾碼位 8度刷棋開445 尼底1600那時 輕薄成發覺外檔 都是輸一有四分三個碼位 僅僅輸一有四分幾碼位 所以你發覺這隻馬匹 霍雲星刷棋那兩次 尼底1600跑第3 1月24號 田草千世那次霍雲星刷棋 贏了兩個碼位 足足贏了兩個幾碼位 291田草千世米 最愛當成的話 亦是輸四幾碼位的情況 也不是跑到第二名 所以我發覺這次馬匹 騎連配搭特別好 統計資料看看發覺 出賽不是特別多 但配合霍雲星和鄭俊偉 贏了一個冠軍、一個亞軍、三個貴軍 所以他純粹是七次千二米 已經兩次進入了亞貴 然後五次千六米 贏了一次貴軍、一次亞軍 所以霍雲星 皮鵬康尼底這隻馬匹 應該是猶人有餘的 所以第一隻推介給大家 由於這個所有數據 你看到的 同程拿了29% 然後 你看到那個騎連配搭人馬合作 75% 然後那個串 最主要 同程最快的時間 這裡1分09.2 近期最快就是他的 再拉落一點點 那個就是好帝、快帝和達蘭帝 都是一、二名之內 都是有型有福的 所以穩膽了 肯定是一隻四號 第一隻推介給大家 由於霍雲星不期十二號 現在喜歡你 阿菲尼不是特別喜歡 雖然不特別輕磅 不推介給大家 選擇完 第二隻推介給大家 直接說是八號者創高峰 選擇他的原因 近期 斑德、斑德里和韋德 配搭非常好 因為 你看到 之前這隻馬在291 填了千世美 那次 今年年頭 當然是 苗里德馬房 那時候 輸到 真是 全都 拉下去網網 全部都是 海威森、填體安、斑德里 或者馬鴨七 蘇兆輝也好 什麼七都好 先說粗口 這隻馬匹全部輸六、七、六幾馬位 三個幾馬位 和九個幾馬位 真是 慘不忍 但是 去到三月份左右 一月份之後 看到了 直接轉了二月份 去了 韋德馬房之後 十一檔外臟情況下 輸二有四分之一馬位 初常轉了班之後 已經跑二有四分之一馬位 去到近那次了 3月5日 四六七 直接 僅僅輸四月三個馬位 當時還要上架前邊 這條片 現在播放給大家看看 我覺得 韋特馬房 急於這隻馬要比成績 六歲仔 好像沒什麼贏過 特別多 一出集 七號仔 黃色帽 然後黑黃色 間條 十號仔 創高峰 斑德里拆旗的戰跡如何 功架又如何 直接看快一點 去到轉彎一下 看到了 邊測已經在斑德里 已經拿了邊 哪隻馬屁 去到最後 馬屁 先拉下 在全門馬屁 在哪個情況下 斑德里 已經不斷編馬屁 直接轉彎情況下 已經加速一點 馬屁以為馬屁是沒有的 轉到後面 原來也不是 直接在後面 輸四馬位情況下 直接和頭馬 直接去馬 最後僅僅輸四 三馬位 都還有機會力拼 所以馬屁轉彎 已經是趨七 情況下 後面的二百米 依然是越邊越有 看到了 越邊越有 所以斑德里 這次直接拿個漂亮檔 這次的檔位 直接是六檔 我覺得中規中矩 之前只有七檔 所以這次 同樣的操作 轉彎 加上斑德里 直接韋特馬房 覺得急於 繼續表現多次 所以 前途 1200米 有成績情況下 離低1200米 繼續來多一波 所以二選選了這隻馬匹 就是八號創高峰 撐多次韋特馬房 三選 就是三號仔 就是奧華威威 因為直接看片 近期賀賢 配布文 非常之厲害 你看到 三四九 十一檔情況下 輸了 但輸了 二十四分 去到田草1200米 那次 直接贏了 只是頸頭 阿菲直接給這條片 就是看回 這次這隻馬 三號仔 奧華威威 應該特別熱 但不要緊 我膽是四號仔 有形有福 只不過腳 由於第一場 完全全 是完全全 每一個人 就是潘頓 布文三檔內檔 配賀賢 騎年 肯定是特別好的 加上近期戰績情況下 這隻馬匹 左穿又插 最後十一檔外檔 都是輸了 但成績1分09.37 挺帥 所以 給大家看一看 大家留意一下 出一出 十一檔位 黃色帽 鹽牛 綠色衫 紅色小小袖 斑點那個就是六號仔 奧華威威 布文拆旗 因為十一檔不夠人快 這隻馬是後居上的 在後面的情況下 轉彎那一刻 你見到 洞是塞了內蘭 內蘭沒有位置 那怎麼辦 左穿入塞的情況下 你見到 布文直接拉一隻馬 拉出去中間 塞了很多張的情況下 頭馬和他 差這麼多情況下 以為輸硬 誰知不是 在最後200米那一刻 那隻馬被布文 不斷編了幾下 大步走 直接從第二名那隻 一號仔 不斷鬥 緊緊 贏了一號仔 所以六號這隻奧華威威 這次跑離地 直接跑過這次 三檔情況下 更加看好一點點 所以第一場 五班千元的賽事 首選就是四號 有形有複 二選就是八號創高峰 三選奧華威威 希望這次就是這三隻馬匹 有料到 直接說到第二場 四班千元 五眼六色 反應這場比較好看 特別爆冷 所以首選同樣看 都是黏地達蘭地 情況下 因為陸雨濕濕 直接跳下去 就看回那個黏地達蘭地 就是 船多彩 和六號仔 這就是風彩華亭 最後阿肥由於十號仔 這隻船多彩 各方面不太好 戰績不太好 所以吉尚尼超星馬房 配是蔡明少 六檔七歲馬 近期沒有戰績情況下 我覺得不算特別穩 所以我們加上不要了他 反而這隻六號仔 就是河梁馬房 尼海榮 測海劇開這隻馬匹 真的這隻馬匹 直接看回 直接上一次跑完的 是2022年的6月5號 跑到第三 成績1分08.97 大哥 千元美賽事 離仔 追花時間 亦都是他莫屬 1分08.88左右 十二號國華威 十一個月前 但是 由於各方面的統計資料 這隻馬匹 一貫三亞 一貴情況下 做膽特別穩陣 入批 最佳同程 29% 加上這隻馬匹 你看到了 來按期連表 今天出了三隻馬匹 標起輝 特別是標誌性的馬匹 還有這隻是風彩華庭 二檔 都是被尼海榮騎開的 現在這隻馬匹 全部都有他戰績情況下 尼海榮近這兩次試襲 2月17號 拿了第三名 然後六檔情況下 3月10號 那時候 贏了他二分一的馬匹 所以 這個試襲也漂亮 在情況下 加上這隻馬匹 出賽不是那麼多 出賽親的 比尼海榮 配合量 都是贏短頭 或者怎樣養 這隻馬匹 贏不一定是他的 但是做膽也非常穩穩陣陣 所以 六號 這隻是風彩華庭 是阿肥的首選 先選他 二選選哪隻馬匹 阿肥提供給大家 直接就要了三號仔 就是街運法 選擇他的原因 直接十二檔外檔 由於長 真是最外檔的情況 給回那個賠率 就是抵博率而已 由於你看到 希威森配潘頓 禁止通知資料 之前阿里奧那次 也非常地名 現在近期 看下去 希斯馬房 然後配潘頓 真的不斷贏 不斷贏 現在十二檔外檔情況 我覺得直播率 所以一定高一點 加上一件事 就是在這裏 那個串Q表 就是騎連串Q表 你發覺 都是三號仔的潘頓 博其他馬匹的 然後你看到 全部都是三號仔 是串Q特別好的 串Q百多次 那個是QP次數 又加上 這次就是潘頓拆旗 這隻馬匹加運法 近期 三月十九號 五零四填錯千二米那次 僅僅輸一個馬匹 然後四四八都填多千二米 十四檔外檔情況 總共這麼愛檔情況 這麼重稱 134磅的 HVC深圳極 都是僅輸二十四分之一 市值那幾次 離底也好 什麼都好 都是在三級之內 由於三月和二月份那兩次 希斯馬房 都比HVC深圳極重稱 都是僅僅輸 不是特別多的情況 今次跑十二檔外檔 換回潘頓 因為轉彎肯定潘頓好少少 離底第二場 直接二選 我喜歡的是交雲法 最主要因為串Q特別好分 所以我二選 就減了三號的交雲法 是第二次二選 三選 在二號公頂和九號 我為你對比 由於直播的問題 三號的交雲法 因為十二檔 賠了給你的 照樣都是那一句 現在馬匹 近期 都是HVC配搭配 希斯 最外檔情況下 這次公頂 之前是四檔三檔 都是僅僅贏了 就是加雲法少少少 但是你記住 今次 他十檔 加榜 報名是之前 129檔情況下 這次是133檔 加雲法直接減榜少少少 還要配搭配潘頓 希斯換潘頓 大家會選 怎樣都是他優勝少少少 所以二選 加雲法情況下 三選 我懷疑浪費了 我直接不選他 我反而選一隻 就是要了巴道 由於他貪貪是輕綁 121就是巴道拆旗開 這隻馬匹 怎樣是拆旗開 最主要是試襲 多數線尼迪那次 都是給巴道 大家看看 巴道在3月21日 十檔情況下 贏了5個多馬匹 是5個多馬匹 誇張 然後12月17日 都是巴道1200米 三檔 輸過短頭 跑第二 加上看到 看一看 這隻馬匹 全部尼迪的情況下 都是有戰績 多於沒有戰績 一二檔 或是贏多於輸 所以這次巴道 直接來了 尼迪這隻馬匹 我衛領 直接在尼迪的初次 贏機會大 所以我粉紅認識了他 所以第三選 我衛領 選了他 因為這隻馬匹 六號仔 就是風采華庭 因為每次出賽都有成績 所以膽就是他 三選 就巴道這隻 我衛領 直接看看他如何厲害 大家留意 看看我衛領 多厲害 十檔最外檔 黑色帽 白色衣服 就是我衛領 我衛領 一開始 一開始 拘捕他 差距沒那麼大 越跑越誇張 我衛領 直接去到200米之內 基本上飆出去 然後全程越拉越放 巴道也是試襲 本人去試襲 沒有留料 最後發覺馬匹 越跑越發 我經常說這麼多 轉彎 越來越誇張 他轉彎 直接收薑 慢慢去邊刷情況 讓後面的馬匹 再拘捕距離 但是全程 吊打其他馬匹 所以 由於多數試襲 巴道也是有 一二名的情況下 今次 給了機會 就是吳彭治馬房 因為吳彭治 好像近期 很多次都沒有成績 所以三選 就選了這隻 我九號仔 我衛領 最主要 看回這裡 直接跑完之後 最初 被其他馬匹 跑過了 但是我衛領 那次的鬥心比較強 是要贏一贏 沒有邊塞情況下 馬匹是要贏的 是要向前方跑幾下 所以第二場 四班千年的賽事 首選 六號仔 就是風彩華亭 二選 就是三號街運 三選 就是我衛領 就是阿斐今天提供給大家的 離底賽事的 提示 好 影片講完了 如果大家喜歡中路TV 剩下一篇 阿斐之攻擊如場 環節 記得訂閱阿斐 中路TV 謝謝 拜拜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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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